在新十条发布之后 结合一些媒体宣传的方向来看 很多城市减少了核酸检测战 公众场所也不再要求扫码 面对未来的疫情发展是长痛不如短痛 还是压低曲线 尽量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呢 大家好 我是国业孟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各地政策正在逐步放开 许多公共场合已经不再要求查验核酸和健康码 我们做出一个大胆预测 接下来占感染人口80%的无症状感染者 都会在不知道自己得病的情况下 正常上班消费 与此同时疫情数据也必然失证 所以在元旦尤其是经历春运 易阳迁徙之后 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人口 在这个冬天感染新冠 面对未来疫情的发展 我们大概就是选择长痛不如短痛的模式 长痛不如短痛比较理想化的结果是 过完春节 从新冠痊愈的绝大多数人 短期内都不会再感染了 新的一年可以努力赚钱消费 中国经济恢复活力 长痛不如短痛 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比方说非常有可能面临大范围的医疗资源挤兑 至于恢复经济活力 其实也未必 以前没有疫情 经济危机也经常发生 美国欧洲两三年前就放开了 他们如今面临的经济问题 远比我们严重的多 当然我知道说这些不受欢迎 但我只想说事实 严格封控有优缺点 放开当然也有优缺点 任何国家在选择抗议政策 在改变抗议政策时 其实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媒体在宣传抗议政策调整的时候 需要的是说清楚政策改变带来的影响 不同政策的优缺点 需要的是坦诚 这样更能取得公信力 我们绝大多数的媒体现在的宣传说实话有些过来 我可能属于那种比较傻的人 我反正做不到 严格封控时全力支持严格封控 放开时全力支持放开 我也反对一些自媒体大V夸张的表演 能不得病就不要得病 难道不是正常人应有的态度吗 一些自媒体大V怎么搞得好像得病光荣似的呢 放开的好处是能尽量正常的工作生活 尽量多赚点钱 开放的风险是感染新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认为放开时需要的是坦诚 需要的是说清楚抗疫政策改变的优缺点 而不是作秀去饭店吃饭 跑去饭店吃饭 宣传疫情并不可怕 宣传做好了被感染的准备 那你还戴口罩干什么呢 发热门诊 一大堆确诊的病患 怎么不去医院采访呢 跑去饭店吃饭 就是融入社会面了 这是有多么不时人间烟火 条件有限 工作忙碌 只能选择每天在外吃饭的 大有人在 为了工作生活 疫情期间也一样 全国到处跑的也大有人在 有些自媒体大V做秀去饭店吃饭 有些老百姓却在风控期间 想跑出小区去工作赚钱吃饭 好了 点到为止 不多讲了 难听又难看 放开 从科学角度来说 全球疫情不可能真正被消灭 从现实角度来说 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抗疫 已经出现了财政困难 中国社会谈论风控 更面临 民情经济民生的多重压力 说白了放开是不得已不得不的一种改变和选择 说清楚放开好处的同时 更要说清楚可能产生的问题和缺点 这样各年龄层各种健康状态的老百姓 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应对疫情的方式 这样才能更好更有效的取得人民群众对放开对疫情政策改变的体谅 理解和支持 疫情出现后的三年时间 我们中国社会先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选择牺牲民生经济 现如今抗疫政策转变改善民生经济 也是为了更好的更长远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但无论是之前的大规模风控还是现在的放开 都会伴随着一部分人利益的损伤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具备有利面和不利面的 说清楚比一面倒要好得多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